聊科技动态,看创业新方向,这里是佳林说 2020年佳林说重新启航 今年整个佳林说的栏目定位会更加的随意一些 更多的是我个人在互联网行业的创业服务当中看到的一些新的机会 还有一些有趣的事 今天主要来聊一聊在现在肺炎疫情这个情况之下 对于游戏行业的一些影响以及一些机会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疫情来了,大家都宅在家里 所以对游戏行业可能是一个大的利好 确实在整个的这个A股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也是这样的 已经连续好几天有一些个股连续的涨停 但是综合来看,可能可以说是机会与风向并存 我个人大概有这么三个认为或者说观点吧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确确实实在春节期间 其实每年的春节本身都是游戏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收的一个机会 因为大家都宅在家里 那同时呢,有亲朋好友在一起 就很容易的去拓展一些,尤其是像棋牌类的游戏 电竞类的游戏 那今年春节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自然而然的,疫情来了之后 所有人呆在家里,其实就跟春节就很像了 而且还不能出去 那所以总体来看呢 现在只要是在线上运营的游戏的数据 确实都有些增长 有的是增长会更高 就像有人分析王者荣耀 一天的流税达到了20亿 但是请注意 这个目前来看仅限于在线上运营的 如果你还没有上线的话 那其实可能会有麻烦 那这带来的就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榜号审批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游戏的发行运营 都是有榜号的这个管理的方式的 所有游戏上线 首先要去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 那是去申请游戏发行的版号 因为游戏它把它定义成电子出版物 那疫情来了之后 首先其实各个省 包括总局整个的效率可能会降低 因为我们知道游戏版号的申批流程 首先是由出版社递交到省局 省局审批之后 然后递交到总局 总局呢再找相应的专家去评审这块游戏 然后再去下批文 所以这个流程本身就很长 你想想就大概有三个环节 出版社 省局 以及总局 这三个单位 在至少在目前的疫情情况下 可能他们到底复工情况能做到多少 还很难说 我们看二月份 现在已经只发布了一批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第三个问题 其实就是同样的 你作为游戏公司来说 任何一家公司 这种分布式办公 其实都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游戏会更典型 因为游戏开发的话 它是需要大量的沟通的 一款游戏开发 它需要有策划人员 有运营人员 有测试 然后带着研发 然后还会涉及到美术外包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非常频繁的沟通 策划要跟技术去沟通 然后美术 那也要去沟通 如果在线上的话 运营其实也要跟技术 包括策划去进行沟通 这个频繁程度可能远比 其他公司要更多一些 那远程办公 肯定会有一个 这个效率的大大的降低 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 至少我们问了一些研发型公司 都会有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综合来看 整个的疫情 确实让很多人都只能宅在家里 那休闲娱乐的方式也就非常有限 可能要么就看视频 看新闻 然后就是玩游戏 但是呢 对于游戏公司来说 它又是一个挑战 所以对于整体游戏行业来说 我觉得大盘肯定是会 比往年是有一个 至少20%到30%的增长 但对于游戏公司来说 可能不同的公司 它的反应可能会不一样的 这个是需要所有人去注意的 好 今天加拿说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 再聊一聊非游戏行业 在疫情情况之下的一些 机遇以及挑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